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6月30号星期三 中国支持阿根廷声讨英国控制的马尔维纳斯群岛 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在联合国大会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上说 说马尔维纳斯群岛就简称马岛了 他罩嘴 说马岛问题本来从本质上是殖民主义历史遗留问题 呼吁国际社会斩除殖民主义 敦促英国要根据联合国决议履行的国际义务 马岛以前发生过马岛战争 还记得阿根廷和英国打 当然当时阿根廷打输了 英国打赢了 然后后来世界杯的时候 马拉多纳不是跟英国有胜利之手吗 进了一个球 然后后来就有人采访马拉多纳 说你是不是就是说行为令人不耻 这是窃取 这是偷窃 偷窃了胜利 马拉多纳说这不算 英国偷窃我们阿根廷的马岛 这才是偷窃了 所以我这叫上帝之手 就是说要惩罚英国 从英国拿回来 本来属于我们的胜利 就说这意思 就是马岛 所以大家不要想想 能不能想想这段来 其实是很有名的一个历史 这个事情其实也过去了几十年了 中国其实现在为什么把这事拿出来说 就在于就是说 现在英国不老指责我们香港和新疆问题 我们拿这个给你说说 英国管这个叫福克兰群岛 就跟钓鱼岛 我们这边叫钓鱼岛 日本叫什么来着 真阁 真格列岛 是什么的 好像是吧 真格列岛 福克兰群岛 那么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 香港媒体依然沿用英属时期的叫法 使用福克兰群岛这个称呼 那么这个来讲就是说看看什么时候 中共能把他们绑过来 因为大陆的媒体都用马岛 不用英国的这种称法 所以就是说香港什么时候彻底 我觉得没有言论自由 可能也就彻底的以后都要改说马岛了 但现在香港的媒体还是坚持 以此要区分的跟大陆不一样 你包括有一些什么球星的名字 影星的名字 有一些香港媒体还是诚信 就要用那什么朗拿杜 我们可能叫罗纳尔多 是不是 贝克汉 我们叫贝克汉摩 是不是 反正他们叫 他们要彻底的就要跟你的隔开 显示跟你们的不一样 但是你相信我 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 香港最后早晚都得跟过来 中国现在大陆来讲 就完完全全不允许香港再有这种独特的文化了 要从文化上彻底的 就是说摧毁它 要年轻人从小学普通话 然后识简体字 然后所有的翻译什么理念 都要跟大陆去同意 香港以后就要一国一制了 所以你相信我只是时间问题 肯定他最后也得交马岛 当然英国有个记者叫西秦斯 他也承认 他说你像以马岛做举例 他说假如你看前两天 英国军舰到了黑海 克里米亚附近去航行 然后说是受乌克兰的邀请来的 说不承认地区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 说这是国际海域 乌克兰邀请我们来的 我们是合理合法的 结果俄罗斯来了 二话不说 四颗炸弹扔下去 然后他就跑了 对不对 英国记者就说 他说假如俄罗斯的军舰 驶入南大西洋 到了南大西洋 然后支持阿根廷 对马岛的主权的要求 然后就说是阿根廷 邀请我们来的 允许我们进入的马岛海域 但是实际上是英国占领 对不对 你英国怎么办 你打不打 你开干不开干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就在这 就是说俄罗斯占了克里米亚 你帮乌克兰去出头 人家俄罗斯要是替阿根廷出头 去给你抢马岛 你怎么办 对不对 你这事就说不清楚了 对不对 而且关于马岛 其实是有一点争议 的确也是以前 就是说殖民时期残留的一些问题 是有一定的争议 而且关于说香港独立也好 台湾独立也好 就谈到了就像西班牙巴特罗纳要独立 那么西班牙在这方面其实用了一些不是特别光彩的手段 我可以这么说 其实抓了一些人 也有一些人还给判刑了 中国这边如果对香港或者台湾有一些人抓了要判刑的话 他们就说你这个是什么政治犯良心犯 对不对 巴特罗纳那儿呢 英国和美国就假装看不见 对不对 然后英国爱尔兰要闹独立多少年了 对不对 以至于英国说 他们说我我也没去过 我听说 说英国马路上没有公共的垃圾桶 美国不都有大垃圾桶吗 你好像完成垃圾 英国没有 为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据说爱尔兰要闹独立的时候 那恐怖分子在里边搁炸弹 搁到了英国最后 不敢在马路上搁垃圾桶 因为每个垃圾桶都可能有炸弹 你就干脆把垃圾桶全都给清了 就以至于英国马路上连个垃圾桶都没有 就到了这种地步 所以怎么说呢 而且这两天 加拿大不是说中国在新疆种族灭绝吗 然后最近抓着了 加拿大以前 它有教会学校 教会学校弄加拿大当地的这些原住民的小孩 原住民的小孩 说的都是原住民的语言 然后学原住民的文化 不能够融入到加拿大的白人的这种 就是说英文为主的文化圈里来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就把强制的把那些原住民的小孩 都抓到教会学校来上学 寄宿学校 那么跟他们的家长离开 那么学英语 学的白人的文化 然后本来 反正你说怎么说呢 当然有的人说 这是帮他们提高 帮他们让他们学知识 长文化 结果最近发现在这些学校周边有那种无名的墓地 里面都是什么几百具的尸体 然后还都是这种小孩的尸体 甚至有一些都有几岁的小孩的尸体 几百具的尸体都不到成年 都未成年 也就是说 学校里的孩子 弄死了几百个这种小孩 这种原住民的小孩 中国说 你我要这么干的话 这肯定就种族灭绝了 你这不也对你原住民进行整族灭绝吗 当然加拿大说 加拿大说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 都几百年前的事 当然没有几百年 北美历史也没有几百年 对不对 这不可能有几百年 一两百年 一两百年差不多 反正是老了 几十年前 一百年前的事 你不能拿这个说 你这是现行的 对不对 不过当然了香港 还有台湾的问题 也都有几十年了 对吧 这两个问题历史就比较悠久了 对不对 其实新疆 新疆汉人和维吾尔族人的历史 可能也是也有几百年了 所以对 反正不管怎么着 说这意思 中国最近就开始不是战狼文化 就开始拿这些事的说事 说你加拿大搞种族灭绝 对你的原住民进行种族灭绝 你英国去占人家阿根廷的马岛去 然后说我们战 我们武力统一台湾 台湾当年也是我们的 对不对 你的马岛当年是你的 当年那什么阿根廷的 你殖民统治时期战断 然后说什么巴小罗纳 说你们 你支持 你们欧洲都支持什么香港独立 我能不能支持巴小罗纳独立 对不对 我们支持爱尔兰独立 你们英格兰先把爱尔兰 给我独立了 先分出去 对不对 平生不让爱尔兰独立 爱尔兰独立搞了这么多年 反正就有说这个意思 那弄的英国也是有点 就是说发现中国开始玩 又开始玩这块了 然后而且我跟你说 是摆明了玩真的 一点不含糊 开始就是说 说耿赏 说中国在联合国调调上讲话 说中国在马岛问题上立场 是一贯的 坚定支持阿根廷对马岛主权的正当要求 这等于就支持阿根廷声讨 声讨马岛了 这就挑明了 而且都不是 你看前面这个话说的还比较婉转 说马岛是殖民主义 历史医疗问题 呼吁国际社会 展出殖民主义等等 到这的时候 就已经就挑明了 等于支持阿根廷对马岛主权的正当要求 这就等于支持声讨马岛 他说在21世纪的今天 西方殖民者为所欲为的日子 已经一去不复 罚了 来了 反正就觉得 就是说当年香港也是你殖民统治时期 对吧 搞的 殖民地在马岛也是 说你们不能这么搞 你们给我滚回去 其实就这个意思 其实说的是在习近平或者耿爽 care不care 马岛到底回阿根廷 还是英格兰 其实也不care 只不过就拿这事 就是说毒你嘴 你不是说我什么种族灭绝吗 我怎么着 你妈的战争人地儿还没还完了 你还往人家 在黑海去 对不对 而且人家拿炸弹给扔完之后 美国老大哥又带头 带头什么 5000人 三十几个国家 跑到黑海那儿 搞一个联合军事演习 我看就这样搞下去 没准过两天 中国 俄罗斯 再拉着北朝鲜 北朝鲜有船 没船可以划 还有划的 对不对 橡皮挺什么的 或者实在不行 出几个军人 拿个国旗 站在中国的军舰上 也算参与了 对不对 然后看伊朗 伊朗能不能再出两条船 古巴再出两条船 对不对 大家凑一凑 凑个七八个国家 弄个几千人 对不对 实在没有的话 他们一边 一个国家出一个人 剩下几千人由中国出 中国人多 也凑个几千人 跑到马岛去 也来一个军事演习 声援一下阿根廷 因为他们你们不是声援 乌克兰对克里米亚 声讨 我们去那支持一下 阿根廷声讨马岛 对不对 反正说这事 而且美国不是向台湾 出售武器 据说汉衡又要卖500亿新台币的 武器给台湾 中国来了 中国帮阿根廷声讨马岛 当然也不是免费的 要求点保护费 阿根廷给了中国6亿美元 合同价值6亿美元 一个合同 向中国购买6架雕龙三型战机 雕像是雕熊的雕 是吧 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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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也不干 但是其实卖武器只是一部分 美国向台湾卖武器 就是说一方面挣卖武器的钱 另外一方面其实是收保货费 表示小老弟是我照的 其实中国向爱文廷卖这么六架 这样什么枭雄战机 也是就是说怎么说 就是说 其实也不是为了挣点点钱 中国也不差这六亿美元 而且这六亿美元 说实在估计也不可能都挣了 因为还有战机的成本在 对吧 因为挣不了多少钱 主要是相争意义的 相争意义就是说 这个小老弟是我照的 其实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你这么说来说去 就是说 英美的确确 我觉得应该思考一下 就是说 我觉得他们指责中国 对新疆 对香港 对台湾的这种做法 是正确的 没有问题 这个真的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这个是正确的 但是英国能不能考虑 就是说把马岛还给安庭 这个按理说 其实理论上来讲 是应该的 这是殖民地时期的事 对不对 然后还有就是北二兰 英国对北二兰这么多年的血腥统治 非常糟糕 并且龌龊 给北二来人 在心灵上 留下了很大的创伤 以前有一个电影 特别有名 好像是苏菲马索和谁 他们俩一起演 叫荣感的心 荣感的心 你怎么说 梅尔吉布森 对 梅尔吉布森和苏菲马索演的 荣感的心 里面就讲到了 北二兰 当时就是说 反抗英国的这种统治 从那个年代就开始 一直在反抗 一直在反抗 反抗了这么多年 而且后来有一个英剧 叫唐顿庄园 也是特别有名 里边也出现了 就是说 北二兰 好像要刺杀英国的国王 是什么的 拍电影 有这个 也是要 就是说 要从英国独立 就觉得英国这些年 在北二兰可是 干了不少坏事 说英国当时 派了他们的人去了之后 就是说什么 想有出业权 就是所有的爱尔兰 新婚的 这个两口子 这个新娘子的 这个结婚 第一晚上呢 是先要去陪的 这英国的 这个算什么 奴隶主 也不算奴隶主 算什么 领主 领主 反正就是 就这么个意思 反正 那北二兰人 觉得这TM的 太 欺人太甚了 这个 这个伤害不大 这个侮辱性 侮辱性极强 对不对 主要 这 就是伤害 也不好说 伤害也挺大的 这个 看个人 有个人伤害大 有人伤害不大 有人说这意思 但是就是说 就即使伤害不大的话 侮辱性也极强 那对北二兰人 对此呢 就是极为的不满 提起来 这么多年提起来 也是这个义愤填膺 所以呢 我觉得 英国人真的应该考虑一下 在北二兰在北二兰这些年 在北二兰这些年做的很多事情 真的 不要说高贵 跟高贵完全不沾边 说实在的很多事情 做的 某种程度上 甚至可以说 就是说 不太见得了人 不是很体面 真的不是很体面 所以呢 就是这么个 对不对 这么个情况 其实我觉得 要不行的话 为了让你这个说话 更有鼓气 可以让北二兰就独立 而你现在英国也脱欧了 其实北二兰呢 好像不太愿意通 北二兰还愿意跟欧盟混在一起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干脆你要不行 叫北二兰独立 让北二兰呢 重新回到欧盟 北二兰人愿意回欧盟 你不愿意回 你就得 你就出来 我觉得英国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呢 对于指责老共的时候呢 我觉得会更有力 会更有底气 这点来讲呢 其实我是是他们指责老共 但是呢 我呢 这个啊 就是说呢 怒其呢 这个不争 不是不是 那个 哀其不幸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知道吧 要争口气 不争完头争口气 对不对 马导我还给你 二兰人和独立 我再说你中共 你还有什么话说 对不对 就 呃 说这个意思 对不对 所以呢 至于这个巴特罗纳呢 我也觉得 其实说实话 其实我支持的巴特罗纳呢 独立 而且巴特罗纳呢 几次公投都是这个 他们的那大区 对不对 这个西班牙去了之后呢 把人家这个支持独立的那几个人 抓的抓 盼的盼 然后流亡的流亡 这种东西呢 我觉得 嗯 在现今社会还这么搞 我觉得其实 嗯 不太体面 我真的觉得不太体面 我觉得如果就是说让巴特罗纳人的自己进行公投 如果他们觉得要独立 那就让人家独立 你要是说如果他公投完了之后 你不能独立的话 那你凭什么让台湾独立呢 你从道理上说不过去 对不对 因为 当然你可能说你说这个巴特罗纳这传统上就是西班牙人的这个地盘 对不对 但是说实话 巴特罗纳那的那个人跟西班牙他们从血统上从民族上就是不一样 语言上好像都有都有差别 文化上也有差别 对不对 你相比比较狩的话呢 台湾其实这个尤其这个当年跟着蒋介石跑回那一百万 对不对 都是河南和散东 都是河南和散东的 你以为 还有 也武汉 那个医生他父亲是武汉的 对不对 他就没有什么区别 对吧 不是不是河南 就是散东的 你知道吗 所以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意思 所以有些事呢 当然了你知道这么一说 大家说屁股歪了 这个屁股歪不歪的 反正我觉得也反正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对不对 其实如果就是说真的能够做到 就是说就是这么的 什么叫彪悍你知道吗 就是北二兰要独立我让你独立 马导就还给你 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有必报 真的 我觉得呢 就叫什么 什么 善者是不战而去人之兵 对不对 上之上者是不战而去人之兵 这就叫不战而去人之兵 知道吗 你真的派军舰去跟俄罗斯打 跟中国打 这要是战 战而去人之兵 这就是low了 这都低了 知道吗 上战者 对 上战者不战而去人之兵 对不对 就是说我通过我做人做事 我做一个国家 我体面 我高贵 我让你自残行贵 对不对 不知道英国能不能做得到 那这些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